独门养生早餐预防慢性病上升 这个叫做骨粉活力蛋饮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要吃到 哇 这么多 我们要吃到豌豆蛋白 糙米 豆浆粉 白芝麻 燕麦 大一人 最后姜黄跟白胡椒 那今天教大家 它的做法就是打一颗蛋 加热水 再拌入多样的骨粉放凉 好像您爸爸就是这样吃 对 刚刚的那个前面的介绍 我爸爸的那个当年 我就就是鼓励他这样吃 所以他一百岁的时候 吃了脸上斑都还会退 就越吃越好 肠胃也很舒服 所以这十多年来 我吃了骨粉已经吃了十多年了 那尽量能够把多样的东西 能够分享给大家 当然吃到健康 都不要添加一些奇奇怪怪 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那我今天就示范一下 我这个平常在吃的这个骨粉 那除了骨粉之外呢 我也发现打一颗蛋 先打蛋 先打蛋 我早上大概最近 都是这样吃 打一颗蛋 因为大家这个年纪大的人 缺蛋白质嘛 对不对 那这个我 我现在吃的这个骨粉 大概一包有三十公克 那三十公克里面 就有十点五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补充蛋白质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打一个蛋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除了口感之外 也是增加蛋白质 增加营养 所以这个水滚了之后呢 现在刚好一百度 对 那我们就把它冲下去 冲蛋 就冲蛋 那这个豆浆加蛋 大家都吃过嘛 所以这个蛋花 这个蛋花 各位看到这个蛋花 那就把这个粉加下去 这时候不再加粉 对 这时候加粉 这个就是有三十三种骨粉 对 哇 三十三种 大麦绿豆 黄豆 花豆 芡石 莲子 芙林 淮山 麦冬 白果 松子 百合 黑芝麻 光中性 所以每天要吃到这么多 但是一包就解决了 对 对 大家也吃不到那么多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在营养上 都说要多元 均衡 多样 可是我们吃不到啊 所以也想用别的方法 来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各位看一下 就冲泡一杯这样子的骨粉 对 那这个我不知道 这谁要试一试看 因为这有点烫啊 有点烫 也不好请大师 所以大概就这个样子 那我比较特别的就是 大家知道嘛 我喜欢做一些小实验 对 所以我会在这样子骨粉之后呢 我会加肉桂粉 我会加一些椰子油 或者是亚麻籽油 所以有肉桂粉跟这些油类呢 我们吃这些东西的人的时候呢 他会担心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所以他会觉得血糖有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它可以平衡血糖的震荡 所以这两种是 这两种我又加了一些其他的辛香料 辛香料 这个叫做红咖喱粉 红咖喱粉 它主要让身体 对 红咖喱 这味道又不一样了 那我还加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 欧芹大蒜 红葱头 所以 这味道就咸粥是吧 没错 所以这样子就变得 哎哟 很特别了 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喝的 所以很多人喝得很喜欢 你是把它当成早餐 可以当作一餐 如果这个觉得需要的话呢 可以用一餐来带 意思是我们的身体要有骨豆跟坚果类 骨豆坚果 这样子它里面的氨基酸 包括氨氨氨氨氨等等 是比较均衡的 所以一般的这个 我们饮食来源呢 可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这么均衡 对 鲜香料跟油是平衡血糖震荡 对 那鲜香料还有 当然还有抗发炎的一些功效等等 所以我的观念就是 我如何透过一个简单的方式 把所有对身体好的因素 这些对身体营养的因素 全部把它方便的把它吃下去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.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.0FB点赞